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佛汽车是长城汽车十分重要的SUV系列 在SUV续唱哈佛SUV产品 哈佛SUV连续57个月产内SUV销量冠军 可以说哈佛SUV引领了中国SUV的发展 也使得国人对国内SUV印象愉快到好 如今哈佛SUV已经十分普及 上到大城市以下的农村 随处可见哈佛路上奔驰着 这款传说的车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哈佛SUV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到位 前车身 车水箱前边就是长达180毫米防撞梁 且在防撞梁两侧 更有一个能够撞击时 首先吸取冲击的新能缓冲盒 当新能缓冲盒解决不了的话 就会轮到防撞梁来解决 哈佛与其他合资车排车型不同 哈佛后车身有完整的防撞梁系统 长达1120毫米 解材式是坚硬的金属构造 并且也与前车身一样 配备两个相同的新能缓冲盒 这绝对是良心之作 相对于其他日系汽车的黑线梁不同 哈佛西楼下门板采用实实在在的棉 其他底板的隔音设施 是由三层材料构成 一层防震贴 一层隔音棉 一层塑料板 但从这一点来说 国产自主品牌哈佛 比其他日系车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或许中国汽车 相对于国际其他品牌的汽车 岂不较晚 核心技术相对落后 但是在这些细小的地方 这与技术先进无关 完全是车企对于消费者态度问题 可以说就凭这一点 哈佛西楼做得很好 我还不肯读一下 最后就说 我来看一下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